不一定要安打 能夠上壘就是好機會 選到保送 連續兩個半局 同一試隊的手棒打者都能夠上到壘包 是 這個內野的高彈跳 二壘手接到之後只能選擇一人 也是safe 這個球葉子婷感覺好像有點太被動了 是 因為這球打得非常的高 正常進攻 這個球在右外野方向打得相當的高 非常的深遠 打投 打第一球 三分泡 逆轉戰局 林佳瑋 這球真的是打得太精彩了 抓準投手 想搶好球速的那個心態 第一球就直接 猛力了一揮 而且打完之後其實他在原地 目送他離開 哇 這是林佳瑋本季的第二支 生涯的第二支全雷打 上一次已經是4月17號了 哇 這一棒真的是Lucky7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顆球完全的鎖定 咬到之後 一打出去就非常的確定了 目送他離開了 但是感覺被超人力霸王附身 是 兩號三壞 邱志成切到 打在了三壘界外區的小飛球 遭到接傷 但在中段的七八局的投手 通常速度都沒有特別快 在145一下 如果控球不好的話真的狀況會非常的多 中間落地安打 來打 舒智傑今天的第一支安打 收下 看起來運氣整個倒過來統一這一邊 收集的數據也都收集得算滿齊全 一號兩壞 這球拉到一壘手的身上 然後再彈下二壘這邊 傳一壘還來得及 但是 范國城 好像滿痛的 對 這球打得非常的強勁 對 哇 要看 哇 看看是不是在反彈的時候有打到 手的什麼部分 有點圈的機會給 韓帥 韓傑凱 來執行 這個球打在了遊記房區 張宇辰彎之後甩向一壘 偏跳 Safe 這樣子的話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到第七分 而且韓帥現在要上三壘 沒問題 哇 這個球傳得非常的偏啊 郭天德一分 保險分 而且講之前一上來就有球考驗他 因為這一顆球對於他來講的話 他想的是說能不能在一個半斗就把它接起來 把這局給結束掉 但是如果這一顆球傳得偏了很多的話 可能他就必須要是用另外一種想法了 對 因為這個時間點他如果連那顆球都不顧的話 球彈到後面去的話 那第一分就會掉 可是能不能在40的一擊 然後再多添保險分 沒錯 打進場內 二壘防守 傳向一壘 這次傳的是比較準 解決了林毅全 不過 Lucky7 七局下半對同一來說也滿重要的 那支三分號之後 再多加了一分 單局貢獻了四分 林家瑋本季的第二支全壘導